我们今天相处 人私环境 不如一丝长八九啊 这是世间人所感叹的 学佛的人不如是 为什么 一切思想尤其是人私 磨炼我们的功夫啊 你不经过这个磨炼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功夫 骂你不生气 打你没有放在心上 这心都坦然 光碟上为我们行事的老和尚 收电费的时候 大概作弊了 收得太过分太多了 老和尚说 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较 怎么会差这么多 要得太多了 收电费的小伙子 打他两耳挂 老和尚一句话不说 乖乖的把钱拿给他 他走了 旁边的人看到 都看不惯了 年轻人 老和尚一百多岁了 要不他找回来找他瓶礼 老和尚算了 忍一忍 忍如波浪里 你能不能忍 心辛苦苦种的玉米 村子里有人偷来偷玉米 被老和尚看到 以后没见到老和尚 佩服到五地土地 我说修行 就在这些地方修行 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修行就在生活上 什么都能忍 什么都能耐 修忍耐 要把佛经上所说的 统统落在生活当中 真意修行 落在工作上 老和尚的工作是农根 那你看到农根多认真 多负责任 那他的收成好 养活多少人 报告里都是成千上万 得他老人家 自己耕种这些粮食 蔬菜水果 周济贫穷 三种布施 财布施 法布施 无微布施 统统 统统做到啊 那所以 当相 即道 即四而正 在四项里的修真心 修真如 顺心 逆境 都是成就 道业的环境 善缘 卧缘 也是帮助你 成就道业的 就看你用的是 什么心 用的是 妄想分别 职者 这就是造 六道轮回 业 利 妄想分别 职者 那就是西方 极乐 事件 常常要记住 不放在心上 就这么一句话 一切善悟 静云都不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凡所有想 皆是虚无 没有选择 这就叫自然 越是自然 越好 不要自己有意思在里头 自己有意思 就造业了 自己没有意思 那就是智慧